吼咙看来好了 好点好多了好多了啊一点点一点点好一点点好啊兄弟 哎呀刚才刚开播之前我看战略地缘大师跟咱们外长发布了啊 这消息说的这个我看了两遍啊 基本上就进入客套科的阶段了基本上就是啊 基本上就是不管是接下来怎么整 这块呢感觉也是螺旋是上升了 没啥可谈的呢进入这种大家这个互相客套的阶段了 但是呢也不是中场休息啥也不是 我就进入这个收尾阶段了基本上是离摊牌不远了啊 他们还不远了 来说的这几件事呢基本上发表的能让咱看到的 能让咱看到的基本上都 也就是发表的时候能讲的 真正讲的那就是很简单啊 老美那头啊 我接下来要干俄罗斯 我领着我这一帮狗腿的干俄罗斯 你别跟他做生意 哎哎你别管 完了中东那边呢我要救我爹 我要救以色列 哎中东除了以色列 你不能帮助以色列的敌人 比如说什么哈马斯啊 珍珠党啊 野门胡散伊朗啊 你对对 我中东我要救我爹 你不能管 哎欧洲呢我要领着我这狗腿的 咳俄罗斯 你不能跟他做生意 哎 完了呢别的方面你自己看着办 基本上就是就这点事 没别的事啊 这个东西很明显是老美 调入这两线的战略困境 现在问题不就在这吗 老美想解决其他两线战场 必须得解决东方 那东方也简单 东方想解决老美 那必须在其他两线战场给他勒紧 你看这玩意儿 就这是这一件事 就是他根本没法谈成 有啥可谈的 亚太的事都不用谈 那玩意儿都给心里 每回来啊 我支持你们怎么怎么的 烂癞蛤蟆算你的 那都没有用 亚太事不用谈 实际上就其他两线 就这点事 所以说呢 能发出来的 最后结尾说的啊 就中东乌克兰问题 我们也发表了观点 还有朝鲜问题 实际上 那么说的就是这三问题 也就这三问题 还有啥啥问题 所以说呢 进入仙桌子之前 你垃圾时间了 进入这种垃圾时间了 基本上 大家反正呢 谈 那很多人说 那七哥 那为啥咱家还见他 咱家也要摸他底牌嘛 玩吧 那玩意儿咋能不见呢 也要摸他底牌嘛 接下来到这儿 给欧洲想怎么干呢 给那边 给中东 你这想玩多大呀 这玩意儿咱最起码 心里有个谱嘛 心里有个谱 完了你接下来 你一个战略应对 他也好应对嘛 所以说呢 完了 司机来劲了 突然间 宣布 试射弹道导弹 这司机 这家伙太搞笑了 哎呀 我们要强制性的 结束战争 而且结束战争 怎么结束 已经向美国的拜登 哈里斯 特朗普 向美国的三个总统 全部传达了 而且 司机说 九月份 纽约开的大会 我还要去演讲 啊不 华盛顿 我还要去演讲 向美国的三个总统 同时 提交了 结束战争的议题 怎么结束呢 说我们 攻入库尔斯克三周了 这也是我们 结束战争当中的 一个环节 那释放出另一个信号 就啥呢 弹道导弹的试射 这个不用想 小屋 现在是没这个能力 比如说弹道导弹的 连个皮子都整不了 那都炸齐碎 他妈 这机场能起飞的军机 都没几架了 怎么整 谁他妈给的弹道导弹 啊 这不是螺旋式上升吗 这不是老美给的吗 这他妈还行的啥呀 这他妈已经给这家伙事了 给他妈中程中远程导弹了 所以说呢 库尔斯克只是一个 但是库尔斯克的战略失败之后 我当时说一句话 老美要不紧着 把北约士兵塞进去 当炮灰 干成第二个绞肉战 巴赫木特之后的第二个绞肉战 在库尔斯克 北约进去也是被绞肉 也是当炮灰 如果不这么干 那北约就得 有下一步来 替换或者减轻库尔斯克 减轻乌冬压力的 声东击西 那就得什么 打击俄罗斯本土 继续 你俄罗斯可以对导弹 高超元素对乌克兰打击 那接下来也可以对你打击了 这就是潘多拉门河打开了 所以说呢 司机无缘无故说 射射战斗导弹 这个事实际上就这么玩的 这就移的一步步射射底线 但是前线的司令 今天说了 说什么 不知道他妈泽连斯基 跟希尔斯基这俩货 到底他妈是 什么他妈的战略 就是属于换家战术 让俄军从乌冬调精锐 这一条战略已经失败了 库尔斯克打成绞肉战 被三方面包围了 俄军不但不从乌冬调精锐 这边他们还给包围了 这他们怎么办 前线的乌军指挥司令说 他们也不知道 他妈泽连斯基 他们咋想的 现在这块 完了资连斯基 害那吹牛逼的 害那吹牛的说 结束战争 拿这个事要谈判 哎呀 这是最后一哆嗦 所以说呢 俄乌的正面战场 不用寻思 自从乌克兰大反攻 整个精锐被消了之后 乌冬的防线 这块他们肯定是守不住 现在胡军村 这块已经快突破了 他们肯定会守不住 那你守不住 还是七个处理 化整为营 各地突击 完了 以打击额境内 来减轻前线压力 这是在美国大选前 必须要干的 消灭什么 我操又沉脖子喊 我操又忘了 行 对 我操不沉脖喊 我操心里 我操这事咋的呢 今天就咋的 实际上美西方 他们玩的一系列的动作 都是正面战场 没法干 正面战场 没法干 最后突破库尔斯克 但是库尔斯克之后 想换乌冬 军队回房 没换了 这实际上 这库尔斯克 也进入垃圾时间了 基本上是 北约王里田人 也他妈是炮灰 也是一样 干成绞肉战 绞肉战你干不过瓦格纳呀 瓦格纳跟车臣都过去了 你绞肉战你干不过他俩呀 以前也试过呀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来看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就得 还得搞出奇不易 所以说这也是沙利文 他们突然之间来 咱家整个战略方便 就是老美 一切为了大选 一切为了大选 来平衡 所以说呢 就像我开头 刚直播之前说的 沙利文聊啥呀 我们要群欧俄罗斯 你 别跟他做生意 中东那块 我要救我犹太爹 你不能支持 反犹太的武装 所以说这就是老美 软饭想硬吃 我为啥说中美的 跟美法谈 中美有啥谈呢 美俄已经实质上 进入战争状态了 我说的是热战 对 现在只是初期 已经进入了 中美之间是属于 非热战之外的 所有战 已经都打开了 一个间接 一个直接的 害他们有啥谈的 没啥可谈的了 这个时候的谈 什么都没有用 双方最终开的亮底牌 是不是跟这摆着呢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 欧洲就乌东这块 会大量的出现 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的高端性武器 具有杀伤性的武器 会越来越多 包括弹道导弹 这个司机已经透露出来了 明白吗 这个包括这个 完了接下来 一旦这块开拔 那就一样了 七个那句话 五常 五大常任 李世国的武器 会出现在中东 欧洲 全部会出现 这个不用想的 所以说 接下来 只有螺旋式上升的 没有任何说 结束的可能 只有打的更狠 这一点是 无庸置疑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战争的形态 它是一步一步升级 大家在互相试探 完了 最后呢 七个说了 从最开始的那种 大家感觉互相 害怕 不能直接参战 到新赵部宣 完了到密布发丧 到最后 大家认为 理所应当 你说刚上来 美俄这么干 直接突 俄罗斯家 那俄罗斯 我的吗 那全世界的爆炸 现在就感觉 大家啥呢 从新赵部宣 到北约士兵 被宰了 密布发丧 到现在 大家感觉 理所应当 这就是战争的形态 战争就这样的 所以说呢 老美他紧着 跟咱家来劲呢 又是玩整个挑衅呢 所有的问题 老美实际上 都是被欧洲 跟中东 两个地方绑上了 下不来了 下不来车了 这两点 给这摆着呢 所以说呢 司机 司机给那 他自个说啥都没有用 他乌军的前线司令 说的非常明确 这次偷袭库尔斯克 在舆论上 互联网上的胜利 确实达到了 这两年多 对于美西方来说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但是呢 战略层面上 什么也没达到 反而遭到 俄军对乌克兰 不手下留情了 这一点 大家已经明白 对电力 能源设施的打击 因为为啥没达到呢 就是没成功 把乌冬的俄军 调回来 就这一点 他们就完了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那接下来只能玩 更大的 打击俄本土 以城市 城市的各种袭击 导弹呢 战斗机啊 各方面全体来 这是七个 接下来的一个判断 这是肯定的啊 战争形态 一定是往这上走的 不会说的 往平稳的方面走 那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老登 老登自个儿 这个总统位置 已经进入到垃圾事件了 就现在 谁跟美国 想跟美国报告点啥事 或者是想接下来 办点啥事 包括司机 都得向美国的 三个总统 同时报道 因为不知道 他妈谁上来 老登肯定是玩毒的 但那俩货 也不知道 现在也没长明白 所以说呢 现在美国 现在是三权分立 对 真正的三权分立 来了 三个总统 所以说呢 从整理上来看 老登在下席之前 老登自己进入垃圾 时间了 那民主党一定会玩大的 签署各种战略协议 包括对乌的援助 包括对俄罗斯 本土的打击 对乌军的 北约士兵的一个放开 包括导弹系列 各方面 包括射台的法案 甚至南海仲裁 签署 射上射疆 就是这那个 就是以老登快尬之前 废物利用一下 让他把这件事全签了 让他把这件事全干了 完了下一任 直接上来 开始执行这些事 说白了 美国现在所有的问题 解决不了 就因为掉入两个战线 赢不了的原因 他就得跟东方来博弈 所以说 他必须得围绕东方出一系列的牌 这是明摆着的事 所以说 撒利文来了 老美加的印太司令 还有今天又叫板 说菲律宾 支持菲律宾 又触发什么美非 安保条约 这些烂糟的 就是给撒利文打气的 撒利文 你给这块没事 你好好聊 我给这块给你打气 所以说 老美这套软饭硬吃的 这套手艺 现在基本上也不行了 咱家也都是看着明末班 当然了 也想知道他这底牌 但是有一点啥呢 当这两线战场 所有的包括老美自己 战争越陷越深 老美联合着北约 以及欧盟 对咱家的 明的制裁也好 极限施压 越来越大的也好 那 不用想 咱们 在公开 或者是在支持俄罗斯 伊朗 朝鲜 这抵抵抗之弧的 基础上 会慢慢透明化 你记住七个这句话 这个就是什么呢 螺旋式上楼 潘多拉门盒打开了 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你们竟然公开跟我玩这个 那我就是公开跟你们玩 所以说呢 那大家就别谈了 还有啥可谈的 我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来吧 那我都憋啥样呢 那你们公开支持 你们 那我也公开支持 一样 所以说呢 冷战 不管是热战冷战 你防你是防不入的 冷战跟热战 应该是同时到来的 随着欧盟被美国逼着 跟咱家新能源的各个方面 玩这个贸易战 欧盟一旦敢打贸易战 那咱家就不用惯着他们了 以前咱还联系 可怜可怜他 因为小欧盟被美俄给捶过完了 以前可怜可怜他 他要有点作用也行 如果说你们要彻底说 确实反抗不了老美 那咱要看明白了 那就简单了 那就做这个事就很简单了 那就不用顾忌他们了 那我就支持 咱家支持俄罗斯 为啥说的 美国老 比如咱家提供什么武器 咱家也不明的说这个事 就经济上 咱家关键是不想刺激 欧盟 特别是法国跟德国他们 因为他俩跟中国的贸易额是非常大的 他俩也是咱们在欧洲第一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咱家压根就没顾及过老美 要是没有他们光他妈老美我惯着你 这干啥有啥用啊 明白不 所以说的 他们要是被美国牵着下来 那咱们就简单了 就不用顾忌他们了 对 甚至说的 可以指着鼻子告诉他们了 你们他妈想打败俄罗斯 那你们就试试 你们就给我全国下去 咱试试 就可以这么来了 所以说的 欧盟要是跟咱家打贸易战 那就没有这好事 天下掉馅饼我就告诉你 没有这好事 那咱们收拾它是 也是一样 以前是美俄式鱼肉 他们欧盟是刀族 那接下来 中美 是刀族 欧盟是鱼肉 来吧 那看怎么办 对 那因为啥呀 你们这么整 那你家的企业 也别干了 你家的企业 也别干了 那我肯定得收拾你了 收拾小欧盟了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七位说 从战略层面来看 咱家太给他们脸了 咱家给他们的脸 给的太多了 他们有点不识趣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个层面来看 那无论怎么说 无论怎么说 那接下来 那该先桌子 先桌子 该亮明底牌 亮明底牌 昨天司机 今天也说了 说咱家主持的和平峰会 那是政治性的 司机那意思是 没有实质性作用 是政治性的 那对 我希望司机 你干的再狠点 你说的再狠点 接下来 对 那欧盟跟司机 那你们都 多多一啥 对 你们都聊聊 有啥想法 有啥不满 你们都聊聊 那聊完了 我也没有那种心理包袱了 我也没有那种负担了 那就直接来吧 因为啥 你司机 你也可以一边养过去 所以说呢 你既然跟我玩这些 那咱们还谈啥呀 所以说七个说啥呢 沙利文那个地缘大师 实际上它就是两线战场在赌 赌美国的大选 赌美国的大选 不光是大选 美国内部经济问题 包括降息 这些烂倒问题太多了 所以说呢 从主体战场来看 不管怎么看 但光站到美国内部的危机来看 美国也得把俄乌战场 干成欧战 最起码 给欧洲收割一波 打击一波欧元 也行 也得干 那你没别着 那中东那块虽然是个坑 那接下来也得不跳 也得跳 因为你军事上老美不亮剑 老美一直被打压 被追着打也不行 所以说呢 从两方面来看嘛 欧洲那边 它肯定在往里推 这个现在来看是 是必然的了 所以说这弹道导弹 这个试射这个事 乌克兰这是 纯属扯弹 那是怎么别人给他的 这是别人给他的 是北约集团 已经在研究下一步对策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 库尔斯克的战略北约已经失败了 但是这个偷家战术 军事上虽然失败 但其他方面 他们气势认为是整出来了 舆论炒作方面 对他们大选是有益的 所以说呢 那接下来要扩大 库尔斯克的战场 战果 那就打击 俄本土 而不是通过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现在长不了了 已经防上了 接下来只能远程打击了 以这个方式 就让这个战争 螺旋是上升 肯定是往这边边走 乌冬他们派下去 也是炮灰 顶不了 所以说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看 那基本上没有别的谈的余地 所以说在中美谈判 没啥可谈的 齐哥告诉你 网络 网络接下来就是下边的 那就接下来就是啥呢 鬼子 老美两天跟鬼子 也是侧应的不少 美韩军演 网络每日在军演 刺激80后 你刺激80后为基准 现在 因为韩美已经第一个曝出来了 80后 往俄罗斯运武器 当然没说运人 但是说的运武器 这个能够的 那接下来呢 80后这块 应该也不会藏着椰子 80后前天宣布 整出了无人机了 自个儿那个 就是很多事很巧 你们没发现吗 一旦半岛有危机的时候 美日韩 嘚瑟的时候 80后就掏出来 这样不可思议的家伙事 上次美日韩 嘚瑟的牛逼 80后给高潮运速 也掏出来了 完了 各种各行的导弹 全扔出来了 这回他妈又给 他妈无人机 整出来了 不是你80后 被老美他妈封锁 他妈这么多年 你他妈给哪儿整的 那些玩意什么的啊 那正常没被封锁的国家 他妈整个无人机生产线 都老费劲了 你他妈啥要啥有啥 你怎么都啊 人家那还一演习 你咋就有东西呢 这个这里边难道 没点问题吗 你怎么还能有 这么无人机生产线 你咋又整出这玩意了呢 所以说他们老逼80后 你越逼80后 他们啥都掏出来了啊 关键事啊 这都明摆着这事啊 所以说80后 掏出这玩意来 炮弹的一整 再借着点陆军 再过去个三五十万 自个带武器过去了 以前七哥说武装他们 我太小瞧了 都武装完了 人自个就生产了都 你不管是给哪过去 反映自个有 还用他妈你武装吗 人家啥都有 人家现在是现代战争 那不像他妈那俄乌战场 跟老绞肉战似的 你看人家这啥先进玩意都有 对 人家不用你武装了 自个他妈叮当就咳过去了 所以说呢 美日韩在半岛玩的越花 或者80后 这种武器越多 掏出的越多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不管咋说 瑶瓶江里边啥都有 那跟中东沙漠是啥都有 所以说这玩意也挺好 80后七哥说过一句话 不管是亚太还是哪 80后是核心的一个王牌 我就告诉你这么多 是咱家的一个底牌 最终的一个王牌 为什么说王牌呢 就是实在 假如是亚太 就实在躲不过去了 必须得干了 就必须得硬面 就得跟老美打代理人战争 会不会说打鬼了 打那个打那个 必须得打了 打棒 那那个时候的王牌就关用了 咱不跟他打代理人战争 去吧 俩代理人干去吧 去 鬼子 你想干仗啊 好 80后送他一个导弹 干嘛 你俩干嘛 来 我就在这坐着 我看你们来 跟当年是的 来在整个17国联军来 对 你们在整个17国联军吗 老美你到底多大张事来 我看看 对 你到底多大尿性 我看看 对 你们干嘛 80后就往这一坐 我看你们咋干 对就咳你 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 这么多年 这张王牌一直压到这 不到万不得已 不到彻底先桌呢 不到立威之战的时候 这张牌不能拿出来 不能拿出来 明白吗 老美你也有代理人呐 屏障 我当年三八线 这条线的屏障 是我们打出来的 这是当年我们打出来的 所以说呢 你们演习 给我鼓鼓修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 给半岛 80后一旦跟他们切磋起来 切磋起来 那你老美的底牌 就全露出来了 那你想咋玩吧 那个时候咱就看了 那全世界都知道 咱家会怎么做 那你们就先干 对 来吧 所以说老美小猫到 第一 琉球第一岛链后边 小猫到关岛 看着 咱家 跟他打代理人战争 完了 他进可攻 退可守 这种事没有 因为有80后 80后能揍的 他代理人 必须让老美帮忙得 就这两下子 没办法 所以说老美老认为 他有牌 他哪有牌 南海那边 80后够不着 但是南海也没有对手 那哪是代理人呢 那赖蛤蟆跟飞猴子 那掐不掐吧 那他俩没有军事意义 七哥告你 他俩 对老美来说 没有军事价值 任何军事价值没有 他俩 所以说呢 从整体战略方向来看 朝鲜议题 这块没啥可谈的 你们蹬鼻子上脸 这块随时奉陪 但是东北亚呢 还是七哥那句话 东北亚现在稳住 是正确的 因为远东加东北这块 必须现在是以稳为主 这是中俄两家 向东看的一个大后方 一个大后方 所以说战略层面看 七哥来看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边 这边不用谈 只要亚太能稳住 下边那俩没有啥军事价值的情况下 中东跟欧洲 中美不管怎么谈 都一样 老美无非是在以 中东就以自恋 在欧洲 围欧俄罗斯 跟咱家的战略正好相反 咱家在中东 主持正义 拔掉 犹太 支持所有抵抗组织 反帝 反殖民 反霸权 是不是这个道理 欧洲也一样 俄乌两兄弟 你们可以随便打 一旦北约介入 那就不是你们俄罗斯跟北约的事了 这是东西方集团的事 中美没有任何空间谈判 你记住七哥那句话 这都到看劲上了 这反霸权到转折点到最关键时刻了 那谈啥呀 谈不了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这几个点 他现在 你看咱们陆军 司令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这两天 壳的也挺狠 壁炉支这块也给枪毙不少 也给枪毙不少 开始扫清战场了 全开始玩了 而且你看西方媒体今天爆出哈美内衣什么而同意跟美国核计划 就是标题玩的嘎嘎嘛 伊朗跟老美的核谈判很长时间了 是被他妈懂王给撕毁的 所谓的核谈 实际上伊朗要迈进核武器更进一步了 大地这块是全力支持伊朗蘑菇 全力支持伊朗蘑菇 对 严谓的原话 哈美内衣说的 对 跟你的敌人谈 可以 这也是进步 但是呢 就是不能符合 你不能 伊朗嘛 这个东西 伊朗就是搞核 核一立起来 怎么玩都行 所以说 美西方的报道 你不能看 因为伊朗那边 武装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要听他们报 你听你欺恶报 首先伊朗外交部长 昨天说了 跟伊朗革命卫队 里斯林全说了 马上要收拾 伊斯列 而且 说的时候笑声的 说你们等好 这是原视频 我看的 第二 不要看伊朗 就看老美 看老美最真实 别看老美的媒体 看老美的军事动作 看老美的军事动作 老美大量往中东压住 派兵航母 所有的全往那压 几乎每天国防部 都得提醒一遍 我们誓死保卫伊斯列 我们高低给你打赢防御战 每天老美的 在中东的紧张程度 是非常大的 你一定要看他国防部发言 不要看舆论带 对 老美在中东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巴以战争之后 老美没这么紧张过 你得看老美的表现在中东 老美现在在中东 就把那几个造型都花老钱了 一天的韩武编队 啥的 各种舰队 各式舰队 干什么二十多艘 完了狂狂 完了一会儿你妈的 布朗去了 参谋长 陆军参谋长去了 一会儿他妈这个布林肯去 一会儿那个去 老美在中东 这次下的赌注可不小啊 老美的紧张程度 能看出中东的博弈 博弈点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看别人 老美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以为伊朗不大 伊朗表现的 而我要干呢 咋咋地紧张 不是 我就告诉你一点 伊朗近一个月 近期收到的武器 电子设备 各个方面的高端 高端科技 老美全看在眼皮底下 但老美一个屁没放 西方媒体一个都不报 俄罗斯的出动 R24这个大型运输机 狂狂往德海兰落呀 这是俄罗斯是明着 明着卡哈我 那老大运输机 狂狂就往那 这是明着的 不明着的 老美也能看到 陆路运输 他也能看到 他啥都能看到 明白不 所以说呢 老美啥不知道啊 为啥他给中东部署 这么紧张 他有些话他不能说 为什么他在欧洲这块 敢他妈策动 库尔斯克 就因为中东 就因为中东 我就告诉你 中东这事他不解不行 所以说 老美的紧张程度 才是中东 接下来真要玩大的 二一个 七个说过 巴勒斯坦14个组织 统一战线那一刻 中东的所有和谈 不是和谈 不存在谈 中东谈是行 史业派跟逊尼派谈 伊斯兰世界谈 伊斯兰跟美国谈 但伊斯兰跟伊斯兰世界 怎么谈呢 没法谈呢 所以说这个事 中东失去了一切谈判的基础 压根就没有 所以说呢 接下来只能说呢 备战 大家赶紧 老美大量往以色列 运防空设施啊 导弹呢 出动战机啊 防御啊 以这个方面来 因为啥 下一步不是像以前那种 打完拉倒了 是一直干 伴随着陆军的 海空伴随着陆军这种干 所以说呢 这才是主因 老美着急的原因 老美部署在中东 这么多 包括航母编队 这些所有的原因 要不然老美 不可能有这些动作 你就记住其他地方 老美的动作是 最实 最实际的 在中东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说这次 沙利文来 谈的 也是这个事 俄罗斯明着给伊朗援助 他们是管不了的 这位他也管不了 他们只能说呢 策划一个库尔斯克 给大地世界上染压力 别的他管不了 但是呢 中东的事 从伊沙和解 到巴勒斯坦 14个组织过拳 谁干的 中东让老美 欲罢不能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是谁呀 不是俄罗斯 是东方 老美想在中东 救他爹 正常来看 他应该给 跟东方打成妥协 最起码在亚太 当时我也说过 即使妥协 即使让出癞蛤蟆 都不可能放过他 所以说呢 整个战略层面上 战略层面上 沙利文 谈中东的事 没法谈 七颗杠里面 没啥可谈的 这块就是壳 就是老美 你有本事 你就下场就完了 那别的没有用 所以说呢 这次谈完了 不管拜登来不来啊 拜登来的概率还是不小 但是呢 来与不来 都进入到 名牌阶段了 都进入到名牌阶段了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退路 没有任何退路 咱家王外长今天说的 那话也比较直接 也非常直接 就告诉老美那些东西 就是咱们还是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底气 所以说呢 老美就是你要再联合北约 或者是联合欧盟 跟我玩贸易战 军事 军事战 军事施压 威慑 那咱就公开支持 实际上就这么 一旦公开支持 咱家现在都卷懵了 咱家的军工都卷疯了 你们一旦有公开支持的信号 军工报道 直接拉满 咱家都产能过剩 咱家军工 他们全世界 可哪找武器找不着 可哪下订单都不够 咱这块整个产能过剩 玩呢 咱自己还卷呢 这钱干啥不挣啊 干啥不挣啊 我就问问你啊 援助中东所有抵抗组织 打他妈的犹太 怎么那多正义的事啊 干什么不挣这钱呢 但是你老美不赛脸的情况下 就慢慢消耗你 但你要装杯 我他妈就明着支持咋的 明着支持怎么呢 这是正义的 对啊 所以说呢 有啥可谈呢 你谈的无非就是 是我公开支持 还是我私下支持的问题 你要谈我不支持的问题 那你趁早我滚蛋 我他妈干的就是你 我怎么还得不支持呢 那还要谈吗 那么谈老美的确实八岁了 啊 iff哥保护我嗓子 嗯呢 哈 哈 给我嗓子 我的鸽子呢 多么吃肉了 第一批 第一批都吃肉了鸽子了 都吃爽了是不是 但要来 我不是 现在就是讲一个啥呢 就是 美国带领的北约 越疯狂 咱们支持他们的 就是越明着支持 咱家 按着支持 实际上对老美来说 还有点优势 对老美来说还有点优势 就是咋呢 他还能继续装毒的 给全球继续装毒的 完了咱家暗地里支持 如果老美你装毒的装过分了 你跟我俩五五渣渣的 那我明着支持 老美装毒的余地都没有了 老美直接不说话了 老美直接成为哑巴 我没说吗 他们现在揪着你 听天说你给俄罗斯援助 这那样的 等他们北约下场了 真干起来了 中文标识的武器 出现在欧洲战场 美西方记者都不敢报 他得先把那中文标识 打马赛克爆出来 因为啥 你一旦说 好 你给我公开了 那好 索性 那我就多来点 这就是强盗逻辑 很多人不懂这里边的事 强盗逻辑就这样 你没威胁到他这时候 他天天说你威胁 你真正威胁到他这时候 他狗都不是 公之二狗子不也是这样吗 随他没跌 公之二狗子 你当面你试试 公之二狗子 那他妈 他就是个 他这就是一条狗 你明白吗 美西方天天 炒作中国威胁论 我反着看 告诉你们 实际上就是没威胁到他们 他们知道 但是你暗地里的 你要明着公开的 他直接就再也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所以说呢 很多人看事 你要看明白 你别感觉 咱家中华民族 咱们政治外交手腕 是不是 咱们有点低调了 你看美西方那帮家 然后一天就耍嘴炮子 咋地 你没抽他的时候 朝银战争的时候 他们开老多会议了 跟美国 那家后 乌兆兆那一天 那里 哎呀 咋咋地呢 当时呢 最后打疼了之后 哎呀 通过各种关系 联系你 通过印度那时候 通过巴基斯坦 天天 找你啊 你这揍他 他就找你啊 你最后来的时候 就到七十年代的 尼克松来的时候 那个劲儿还没过去呢 对 就那个时候 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你就想一想 那那 那都隔多少年了 所以说呢 欧盟那帮小逼仔呢 他们内部长不合 大家会狠狠地教训他们 让他们直到疼 真正让他们直到疼就好了 实际上 从这点出发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以七哥来看啊 这次谈判 虽然是 就是 沙利文来 我就跟你说 就没有看好的 全世界 你看 没人咋关注 也就老美资格当个事 对 也就老美资格当个事 都没人在 就是没人能看好的 这个事 但是呢 谈的也进去有味 实际上互相是底牌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底牌 就接下来大家 你谈 你不让我 给中东干的事 欧洲干的事 那请问你老美 要给欧洲咋干呢 这办不得谈吗 谈就是底线 对 就是底牌 那来吧 接下来就 所以说 很多事吧 很多事 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简单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复杂 实际上 就是看 用多少劲的事 是你公开 与不公开的事 就是咱家 支持 对整个 中东 反以色列联盟 对支持 公开 与不公开 明着与不明着 因为 我这么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是通过政治外交 在中东已经失去所有效益了 我们说 布林肯九下中东 沙利文一下中东 沙利文加拜登都去过 基本上失去任何 军事以外的所有了 反过来看咱家呢 咱家政治外交 已经全部缝合完毕 在中东 咱家也没有了 咱家把所有的都来了 伊朗沙特和解了 巴勒斯坦所有全和解了 完了 埃及 阿尔及利亚 整个全整了 全整完了 咱家就是 都给咱家办的 那咱家也没有了 那咱家进来干啥 就是 你真正给他们 当后盾的时候呢 就这么简单 对 老美因为咱们把中东 伊斯兰世界的缝合 老美 钻不进去缝子 老美也失去 政治外交谈判 所有的 咱也 什么都没有了 中美在中东 不需要什么政治外交手段了 什么都不需要了 就是接下来 干 怎么干 是你老美 下去干 还是你北约下去干 完了 东方是以什么名义 支持中东 各个组织 俄罗斯是以什么名义 就是中美俄三家 在这儿 怎么打就 怎么打 就打的事了 他没有别的事了 对 所以说这人给这摆着呢 中东 没啥可谈的了 都该和解的都和解 还有啥可谈的 中东 就是打 打到服为止 打到服为止 所以说这 沙利文 美国跟咱俩谈中东问题 这个存储利 因为咱家当着全世界面 把中东的问题就给这个都摆这了 基本上给北京都做了 这个事你不用谈了 那欧洲呢 欧洲有没有谈的中美 这有谈的 这个空间大了去了 欧洲咱家就是不疼不痒 不着急 因为啥 大地嘛 那俄罗斯呢 提鹅子给人家 最起码他血条子厚 对 你们跟俄罗斯赛脸呢 我过去光页 签一万个亿项目 给大地吃个定心玩 对 有钱就干呗 刚签完项目 大地 上半年我们增长4.6% 回头一看德国 增长0.2% 还他妈造假 他哪一上 大地是超过整个西方的增长数 大地一家揍着整个美西方 经济比他们增长速度快 你以为是俄罗斯内部运转的好啊 那是东方 那狂狂大单签的啊 对 狂狂大单签的啊 你这万亿往那一蹦 怎么打这个仗 那美西方肯定不能 萨巴盖修吗 那接下来再往俄罗斯本土突击 那咱家这块就好谈跟美国 你整呗 你整完我再签 我再签 签合同玩吧 但是咱有底线啊 不能真干到莫斯科 那你去找死 欧洲也得有三方线 对 咱也得画线 在线之外随便干 干一百年的门管 你们美西方有钱你就干 对 所以说这玩意儿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但 这弹幕里都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这么多没有灯牌的呢 干啥心里呢 又跟狗干起来了 那你们干嘛 那天哪一条狗啊 哪条狗啊 第一条除了我看看 没有那么复杂 得已得到 那种没了 不复杂 就是 就有了 那 就不一定 第二条 就是 没了 来 杀狗专业户 狗没了 跑了 杀狗专门 我这一说没有灯牌的灯牌一下加这么多呢 一下加一千多人 乌克兰今天损失一千九百八十五人 我这一说没有灯牌 战场还是太惨烈了 土耳其 会成为捣动俄罗斯天然气卖给欧洲大原种的一个中间商 我当时画过图 来了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的时候 我说了 土耳其承接了咱家的整个制造业 往欧洲转的 我说的当时 比亚迪给土耳其签了十亿美元的一个比亚迪工厂 你看见没有 战略新闻这玩意不要单点看 你看战略你就明白了 一个捣动天然气一个捣动咱家制造业 土耳其成为这个猪猪站了 苏林辞职真的假 不知道没看 辞职 谁辞职 辞啥职 对呀 这回玩事了吗 土耳其跟 俄罗斯是世仇 犯是拿 这种世仇来说话的 你还是没解扣 国与国之间玩战略的 不要那么唠嗑 你那么唠嗑你就幼稚了 你就掉入美西方这个陷阱了 美西方不承认俄罗斯是因为 俄罗斯有蒙古人血统 你承认这个 咋的 蒙古人统治俄罗斯的时候没统治乌克兰呢 那蒙古人干的不就是基弗洛斯吗 那 那他妈是因为那个吗 你个三炮 你要掉入那里边 那么疯了吗 那那么乌克兰 他不击辅罗斯吗 那不是就是 那乌克兰为啥呢 乌克兰为啥能被接受呢 那当口呢 那他妈都一家的吗 他们都是俄罗斯要是大卸拔块 你看他妈老美接受他不接受他 那你要让世仇 他妈人类都他妈是世仇 那完了 对 此一时彼此 冷战时候的世界格局 跟现在的一样吗 现在的世界格局 你拿一战二战冷战去比较 你不是个大三律逼吗 你拿当下非得说 讲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候 来对待什么中俄关系 当下反霸权的时候 当下老美被你 老美对你步步紧逼 对你赶尽杀绝的时候 你非得说他妈的 中俄好不了 因为中苏关系破裂 那他妈中美和他妈朝鲜战争 干仗的还 美国还封锁过咱们 那他妈打 还干过呢 干三年战争呢 你分啥时候 什么国情 什么整个世界格局 那奥斯曼 土耳其跟沙俄 他妈的二百多年 打了他们二十来场战争 那 那奥斯曼 那咋的土耳其 现在是奥斯曼呢 奥斯曼还包括 叙利亚的 还包括什么伊拉克的 利比亚的 都是奥斯曼帝国的 那么中东的 北非那一块 都是奥斯曼的 所以说 你老拿 老拿怀旧的东西 沾沾自己来聊 聊当下 你可以看之前 地缘格局 但是你 你放到当下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性的 当下的国际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苏联都 他妈没了奶哨的 老美一家独大的 耗一十年 当下的世界格局 说白了就是啥呢 老美解决 咱家才能解决世界问题 咱家解决到霸权 才能拯救 世界 现在说白了 二十一世纪话语权 一山不能融二虎 这二虎没有俄罗斯 俄罗斯按照苏联来算 他充其量是头狮子 但是他被拔牙了 那头狮子是苏联 到俄罗斯这块牙被拔了 对老美二代师兄 也挺猛的 现在他也 他不也一样 挺猛 当年咱们不也照样看的吗 所以说很多人是 老说这个几个点 就是老拿之前的东西 来评价当下 我最烦的就是有一点 拿朝鲜 拿八零后 这个事来 阐述当年斯大林跟教员 金日成那时候的关系完 围绕那个来讲当下 说这八零后 永远都是听苏联的 现在也听大帝一点 不可能 这帮人就是没有过度 中间环节没有 那大帝 俄罗斯九十年代 苏联解体 谁管过朝鲜 朝鲜能活到今天 没有东方 他能活到今天 再说了 现在的中俄 跟当时的中苏 早就翻天覆地变化了 这都几代人 拿那此一时彼一时 兄弟 拿当时的那时候的国家实力 来看当下的世界格局 我说过一句话 你拿冷战时期的 看当下世界格局 你有一点就是幼稚 为什么 这一点你看 你听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你拿那时候看 你看当下 你会严重 低估你的祖国 因为那个时候 冷战咱家虽然是 慢慢成为第三级 但是在中美苏的时候 咱家肯定是 最弱的那一个 那你拿当下 拿那个时候 就对比当下 从中东 伊沙和解 到现在 所有的世界 重大外交事件 重大外交事件 东方这个 这个集体里边 基本全是咱家做的 我就这么一说吧 实际上 咱家的话语权 在全球已经高于老美了 老美能指挥的动 就他那几个狗腿 而且 他这个附庸国 这二十几个附庸国里边 还有很多不同声音 咱家不是指挥 咱家不是靠指挥 说这个吓唬人家 咱家就正常发展 有大国姿态 这个话语权 大家自然而然就跟你 咱家不需要 非得用盟友那种标签 哪有盟友啊 盟友谁说算呢 那就跟那个 美国说 我们北约是防御的 我们不是进攻的 公之二狗对他说 那行 那北约竟然防御 那咱都家里去吧 咱都防御呗 咱地球都家里 都家北约 咱防御外星人得了吗 那我中国也家里去 那他妈能行吗 谁说了算的 中国进去是美国 说了算是中国 说了算的 那就跟大帝说的 大帝当年都老美 那你北约是防御的 那我也信北约吗 盟友 这俩字 背后翻译过来 叫附庸 因为啥 不管什么组织 美国的军事体系里面 它是有个老大的 只能是美国 只能是美国 所以说呢 很多人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你看七哥说的 当时我就说的 我说老美 明明是个北约集团 花约解散了 没有啥军事 去挑战这个北约了 当时 为啥要保留呢 不光保留 还给剥的地海 那三傻 给中欧那些 小B仔的 几百万人口的 国家也纳入到 北约体系 不老美有病啊 他们那个国家 一共能整出 这么三万两万的 一个士兵 老美整他干啥呀 老美疯了他 老美不得挤压 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吗 利用这帮小B仔了 军事拿到指挥权 资本还能长驱直入 还能对这个国家控制 控制他们的军权 其余的政客 全部是成为傀儡 完了 还能挤压俄罗斯 对呀 要不然他 你说你要真是想整个 庞大的军事集团 那你整个帮小仔的干啥 你不挑大个的整 那中美俄三家 组成个军事集团得了 全球谁也不敢得的 完事了 游戏结束了 哪有那种事 那么的事 说 我 自己 怎么 一三不能如二五 北约这个产物实际上就是挤压 它是一举两得 但这个东西它有个反噬 第一是挤压你俄罗斯跟咱讲的一个战略地位 地缘安全 第二点它能控制这些国家 美国为啥签那么多 美日安保条约美菲美韩 美国签那些军事协议 其实就是一条 其他条都不重要 就一条共同防御 说白了 就是咱们干坏事咱一起干 你被打了 咱们一起反击 就是个流氓集团 就是一个地球一个村里边 他们是西方 东北话 东西西该 西该 西该 一帮 村匪 鹿霸 对 就就就就在那玩 村匪鹿霸 但是为啥他这里边有个弊端呢 弊端就是当别人先捉的 这事 真干了你这边的小崽子国 比如说立陶宛 小鼻子 狂狂 真被干了 你老美 为不为他卖命 比如说菲律宾 那些正寄养了 东方一顿大零五五过去 狂狂把菲律宾的海海空 所有你能看到的军舰战机全部干掉 老美你上不上 你为 你这个 儿子 卖不卖命 对 他的唯一弊端 就是当强大的敌人 真揍你 你怎么办 因为老美当时苏联是解体了 没打仗 那苏联要反抗老美 你老美 他妈躲在 躲在北美不敢出来 苏联是自主 他妈嘎的 对 所以说 你感觉 他们叫的挺昏 咱家也不是美宇宙这种事啊 长远战争不就是什么 美韩吗 那咱让揍他 苏联跟越南签署的也是军事共同防御 咱让揍 都一样 所以说老美给咱们周边绑的什么 美日 美韩 美非 就是对咱家来说 他这玩意儿就是个纸片 什么用都没有 你就看我想不想揍你 大家就是苏联是不是美苏 我都没在乎 现在别管那个 一体美苏 好像现在这个美跟当年那个美是一个美 现在就叫小美吧 以前叫大美 就跟那现在的小英似的 对老美 现在应该 现在叫小美就行 远远不是冷战时期那个美了 对 小美 那时候呢 美苏 现在这小美 他都不一样 对 对 这C说 哎 你们 伊朗咋回事 七哥 伊朗快干了 而且准备大干 你就记住七哥这句话 不用他们各种分析 你就 你就等事就完了 你就看你七哥呢 他们各种分析 什么不听咱家 不听俄罗斯的 不听这个 不听那 又要跪下来 咱俩 啥 不要停 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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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等俄罗斯跟伊朗签完的 等所有设备全部到位 干仗中东这场战争 不是说一时半会儿 我能解决 我就告诉你 对 憋大招 不存在啥大招 就是就是一直干 而不是干一下子 一股子完事 俄和伊朗签没有 快了 马上 俄和伊朗签的有个前提 是土耳其 土耳其得先跟叙利亚 就是 你整个这一圈全得整完了 全得安抚完了 阿塞拜疆那块整完了 土耳其跟叙利亚 完了俄 俄罗斯的伊朗 全整完了 完事 我们啥时候签 咱们不用全决设协议 咱签啥呀 咱用跟谁签呢 咱是巨无霸 咱还用搞那个吗 咱多几话 互利互利 咱也不搞 搞那玩意儿 军事咱不用结盟 让他们结盟 让俄 俄罗斯带头跟伊朗 跟朝鲜 跟白俄 他们结盟 俄朝 俄裔 俄白 他们结盟 对 咱们不用结盟 我们讲道理 只能说 咱们玩的更花花 比老美玩的更先进而已 讲啥道理呀 咱们不签 这玩意儿 更不讲道理 让老美更是难受至极 你签了 直接就冷战 老美也知道怎么玩了 接下来 美西方也没有盼头了 知道咋整了 你不签 他永远摸不着底 因为你可干 可不干 可大干 可小干 啥都你说了算 对 你想整啥 整啥 你谁也整不了 你签了不绑上了吗 那为啥俄罗斯得签 俄罗斯必须得签 俄罗斯是以军事方面 俄罗斯必须给这几个小弟保障 以他来出这个头 就是一文一武 俄罗斯明了是武 等咱家用武的时候 游戏该结束了 一波推了 对 你反过来看 这不就是综合实力的体现吗 伊朗是补给 没必要出手 七哥为什么说伊朗这次要出手呢 你不 你不知道怎么是 七哥要深度的跟你们讲讲 中东以前我说过 是属于一个代理人 反代理人 层层代理人 是围猎与反围猎 是一个牵制的一个作用 但是现在不够了 战争越来越凶险 欧洲的大战要来了 亚太也很凶险 中东慢慢犯血 小火慢炖 不够了 你指着野门胡塞 跟珍珠党 发着点破火箭弹 不够了 中东能彻底 能完成对老美洗刷 下场的只有伊朗 伊朗革命 对伊朗革方军 带领所有抵抗之户 这种才能完成消耗 就时间等不了了 说白了 对 时间等不了了 明白吧 所以说呢 啥时候说啥话 以前那种慢慢放血 让犹太在全世界 暴露出种族屠杀 他那个嘴脸 这么多年 美西方的舆论 全部一败涂地 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战略牵制 第前提是 俄罗斯那边 是一点问题没有 你这么战略牵制 一点点援助 人家北于美国也不干 美国肯定在欧洲 搞更大的事 在亚太也得搞事 所以说 七个高里面 中东 得形成一个 真正的战略消耗 这个消耗是对老美的 老美现在是放血 但是远远不够 得让老美 拉拉堂血才行 才能让中俄解扣 最起码能减轻很多压力 对 所以说 从这点来看 中东必须来一场 升级版的消耗战 明白吗 听好了 不是说伊朗报复以下吧 完事了 不行 这个中俄不会同意的 是升级版的消耗战 打 这个就升级了 升级完了一直打 你就是要 主要就是你缺啥的事了 对 你不管怎么打 你得天天打 你得往戈兰高地打 你得真正进去 陆军你得进去打 你得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 跟军事基地全部拔掉 一点点逼近 以色列自己的核心本土 不以这个方式打 老美落在外围 他肯定想跳出了坑 肯定会在亚太跟欧洲 玩买一探 对 所以说呢 戈兰高地这块是必须 以这个条线走的 为啥说伊朗 你报复一下子 没啥意思啊 不能以报复的形式 就是以战争升级的准备 全是以这个方式来走的 现在 实际上 现在中俄裔都在勾引以色列 但是老美也不是个大傻事 我就告你一天嘛 那天珍珠党对以色列的打击 就应该 逼着以色列已经下场了 离以边境就开干了 那中俄一腰的就是效果 但内塔已经干啥逼 内塔说干干干干 现在没敢干 没敢干 老美也拉拉派人过去 中东 不是伊朗不干 是他们美国 以色列不干 这么揍他 他都不干 宣布48小时之后 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 也没进入 没信了 啥都没了 那塔尼亚湖来了一句 我也不想扩大战争 肯定美国威胁他了 伊朗 伊朗要干他 他更不敢放屁了 那老美吓得更不敢支撑了 那伊朗上次当了全球的面 弹道导弹 都干他妈二百来没 你妈的 他敢支撑了吗 咱家给中东干的多牛逼了 各种缝合呀 实际上就等着美国 以色列他们开战 他们不敢干 才导致现在 磨磨叽叽的给 老美就他妈想解扣 所以说他给欧洲 玩的库尔斯克这个事 不敢干 接下来也门 也门昨天发言了 也门说第二轮也门干他 也门深入以色列本土干的 也门干他 以色列更干不了也门 那他妈中间 隔个沙特的隔鸡毛干呢 也门能揣住死他 他连珍珠党都 那十万人他都干不过 也门他们六七十万他 对 那就把小乙推了吧 那不就是照着推 珍珠党干的十一个基地 就是格兰高地 以色列了 干死不少人 自己一个不承认 到底谁怂啊 我们说吗 现在世界头号人 忍者身归 就是以色列 比以色列 忍者身归一点 那怎么是老美 你以为咱家不急啊 咱家跟埃及 狂狂跟东地中海演习 就跟以色列边上 那咱家昨天 约二零 歼十战斗机 都飞越金字塔了 跟那表演的 俄罗斯 北方舰队 跟阿尔及利亚 给他们的 西地中海演习呢 那都给呢 瓦格纳 伊朗 革命卫队 都给 都给 黎巴嫩的 完了黎巴嫩 还有中俄两家 估计得两三万人 维和部队 就是明着的 公开的 不公开的 那俄罗斯 那军队 不少呢 就都给他 等着他们干呢 他倒是干 黎巴嫩呢 因为战争 只能在 里面 禁达 跟他们 伊朗 他们隔得太远了 伊朗给后边 源源不断 咳 伊朗也咳 都咳的 但是真正的 陆军 干 能干到 戈兰高地 只有叙利亚 跟 黎巴嫩吗 关家 敌人不接招 实际上 那接下来 不接招 还得揍他 对 都不显示直播 都不显示直播 我操 我今天流量 下滑这么多 真没显示直播吗 显示呢 我会议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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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预处的无法调 100% 这个预备试 AD 我先说在这个上 Olha 美国和以色列运五万堆装备 美国就是这种消耗美国 以前我说行 慢慢放显 那美国和以色列 现在就在这种运输 我认为不大行了 现在我七哥告诉你一点 中东是什么形式 中美俄三家在赌 源源不断 中美俄上三长家的武器 源源不断的干到中东 剩全世界的眼睛 全在看 最后看能憋多大 完了这个过程当中 中美现在又谈判 对 大家全在赌 因为这块就分胜负的地方 不是说直接分胜负 是决定将来胜负的地方 拿下犹太 实际上老美半条命就没了 对 这边就是 就是单极像多极 就老美现在单极的霸权 已经洗碎了 实际上 但是老美必须保中东这个核心 他现在保不住的原因 就是因为啥呀 伊斯兰世界被咱俩给缝上了 虚拟派和实际派被咱俩给缝上了 大国介入了 这么说吧 美英以色列在中东 豁保七八十年 美英以 当东方正式攻防转手进入中东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大难临头的时候 咱家扭到啥程度 我就告诉你 当年苏联做不到 咱家做到 苏联永远有一个点 想玩两边战略平衡 既不想完全得罪以色列 又不想完全得罪阿拉伯 导致他战略模糊 他的战略 苏联的战略非常不清晰 就是 支持不彻底 等于不支持 明白我这句话吗 苏联就是这么 这么给中东败的 对 他就是 他又这么败的 你看咱家在外交政治 或者在联大 在各个方面 你看看咱家从 一杀和解之后 到现在 他惯着过他妈妈 而且很多事 就直接拉到北京 突然直接宣布出来 这他叫真正的支持 我为什么缝合完了 接来就看 东方沙漠里面 能捡到多少东方武器 这是必然的 一杀和解之后 我就说了 我说过一句话 当时的 在职播间 当时我说 我说你们别以为 一杀和解就完了 我说一杀和解 那他们伊朗跟沙特 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特别沙特呀 一杀和解等于 沙特重新认个大哥 就这么简单的事 还不明吗 那接下来就属于啥 中东的事 就由东方来操盘了 所以说呢 和解不行 和解完了 你得源源不断的 武装他们 武装 这俩字 你够记名吗 当时我说的原话 后来去年四月份 我预判的 以色列被缺容 对 小萨勒曼也是很人 对那你遇着他了 萨勒曼改革 他非常及时 这就是老美 大难的 临头的信号 他也遇到 萨勒曼了 我们说 萨勒曼未来会成为 地球最强的 巴黎号 萨勒曼的政治生涯 害他们好久十年的 那可不是一般怕我 我改天我能单独 好好讲讲了 萨勒曼应该比我还小 他有85的应该 你看人家 厉害 对 也是老美逼的 那只是表面 谁 人家政治家 还是你逼一下子 骂了 就是拜登骂过 沙特是建民 那这些事 都是表面 真深层次的原因 是老美不行了 老美在中东的所有表现 在叙利亚战争 被大地捞出去 那一刻就 就完了 就完奴子了 对 二一个 东方也确实是现在 在一带 我也这么说 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 最发达的都是中东 都是西亚跟中亚 两次丝绸之路 他们活着老四 唐朝 阿拉伯帝国跟唐朝 是同时期 就那么差三五年 建立的 河西走廊通过时候 阿拉伯是最强盛时期 阿拉伯存在六百年将近 现代反的一带一路 接下来的崛起 还是他们 中亚 西亚 中亚就是花拉紫膜 西亚就是阿拉伯帝国 还是他们 阿拉伯的商人 当年他妈遍布 他妈整个欧亚大陆 他是中间 中间商 欧洲那帮大渊种 想买丝绸茶叶 买咱家的这些奢侈品 必须通过阿拉伯 阿拉伯给咱家捣动完了 到他那个卖他妈五十倍的价值 卖给欧洲那帮村里边的小 小国王 那帮大渊种当时 对 所以说阿拉伯的商人 是最早的 做商业 中间商量 但是都是在这个丝绸之路上 整个贸易航道 最发达的时候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你现在把那丝绸之路 那咱家又是 第一大供货国了 那古代丝绸之路 咱俩光供 奢侈品生产力 也是提供这方面 现在大家是 世界第一大供业国呀 而且还有军事给你背书 还能保你们安全 一旦把以色列美国 拔除中东势力 整个中亚习亚 用不了十年 直接原地起飞 习亚直接超过欧洲 因为啥 人家他妈有油有气 再有工业 你他妈欧洲有鸡毛啊 你们 他们工业 不是被他们美西方 给压着的吗 对 伊朗石油储备 全世界第四 石油 天然气 全世界第三 没有美西方的制裁 没有技术的束缚 那么原地就 他妈起飞吗 伊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八千万人口 英法德那小逼崽子 该人的体量能比吗 他只是被他们美西方给压制 对 所以说一带一路 最先起飞的就是中亚五国 五个司坦 再加西亚 他们全起飞 欧洲想拿到咱家的品 拿到咱家的工业品 得通过他们 现在被土耳其截胡了 现在土耳其给中间截胡 通过土耳其给他们运 现在 等这块全打通了 他们全起 中亚五个加他们全起飞 巴基斯坦 阿富汗的全起飞 阿桑给他插了 这全起来 古代丝绸之路不也是吗 你说现在的这能一样吗 土耳其能起飞 土耳其起不起飞 跟咱们没关系 咱家一带一路的表现 我那边腿都没问题 问题都不大 关键是现在一带一路 咱预出跟丁 兵乱 游泰把他拔了 啥事没有了 全打通了 除了三哥 以前其实 一带一路也带着三哥 三哥不好好玩 就把它扔一边去 能打通吗 实际上已经打通了中亚 中级五铁路 10月份开建了 远东都打通了 都打通了 现在就是把中东 以色列一平 平完了中东 这几十年战争 咱家的基建全磕进去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伊朗 沙特 所有大基建 咱家全搂起来 5G 基站都给它铺上 玩乐 电力设施 全给它搞上 俄罗斯有多大本事 做多大坏事 对呀 那现在就有本事 就就 干你美爹就行了 本事还不够 还得对俄罗斯加大援助 让它本事大点 起你爹 不然 加大力 刚签了个一万个亿 不够 还得签 一万个亿 好 西哥今天早下一会 不骂他狗了 完了 明天休息 后天开播 周五播 出趟门 出趟门 周五播 互相传扎一下 出趟门